大家好 我是小一 今天我们来聊聊三大经济体中美俄的国债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俄罗斯 俄罗斯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截止2023年7月 俄罗斯的外债总额降到了3477亿美元 比年初减少了330亿美元 这数据可是让人大跌眼镜 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国家的国债还能降呢 专家们分析这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 俄罗斯政府一直在积极实施 债务管理策略 努力控制和优化债务结构 第二 新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 虽然短期内带来了困难 但也逼得俄罗斯不得不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 第三 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有计划的削减外债规模 以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 看来俄罗斯在减少外债方面可是下了大功夫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 作为全球经济的巨无霸 美国的债务问题那可是相当的棘手 截至2024年7月 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接近35万亿美元 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回顾过去美国的国债增长轨迹 那时一路狂飙 2023年1月美国国债就突破了34万亿美元 这一趋势让人不得不对美国的财政状况念一把汗 专家指出美国债务问题的加剧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持续的财政赤字 政府长期入不复出 只能靠发债来填补资金缺口 第二是政府开支居高不下 无论是国防医疗还是受惠福利等领域支出都是直线上升 债务规模的膨胀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巨额的债务利息支出挤占了其他重要领域的资金 影响了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 不仅如此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也引发了政商界和经济学家的警告 担心这会影响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 更糟糕的是面对严峻的债务问题 美国政府却陷入了两难境地 国内政治的严重分歧和博弈 使得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都难以达成共识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减少开支 而是增加税收等关键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 这种政治僵局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的复杂性 再来看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国债规模和管理策略一直备受关注 最近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 中国的外债余额达到了约3.87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的债务风险看起来是比较可控的 中国国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独特的债务结构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的国债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 外债比例相对较低 这种结构不仅降低了外部风险 也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尽管如此 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趋势 这些都会对未来的债务偿还能力产生影响 为了防范潜在风险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 防止隐性有风险 中国在债务风险防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充分的外汇储备 为中国应对潜在的经济冲击 提供了强有力的缓冲 同时 政府一直保持审慎的债务管理态度 有助于维持长期的经济稳定 总的来看 美国中国 和洛斯这三个国家的国债规模 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 就像一面镜子 映射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复杂性 和各国面临的独特挑战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GDP在2022年达到了惊人的25.46万亿美元 但国债规模已经膨胀到了35万亿美元 远远超过了其GDP 就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 却背负着一座比自己还要高大的山峰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债规模相对较小 仅为3.87万亿美元 这就像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上年 虽然体型还不及成年人 但已经展现出了强劲的潜力 俄罗斯GDP为2.22万亿美元 国债规模为3477亿美元 经济体量较小 但债务负担相对较轻 这场债务之舞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和策略 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能够承受更高的债务水平 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强国 正在谨慎的平衡 经济增长和债务管理 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俄罗斯则在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下 努力保持财政稳定 以应对国际制裁和经济不动 美国国家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美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来控制其不断增长的债务 以维持其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需要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控制债务之间取得平衡 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挑战 俄罗斯需要在有限的经济规模下 寻找新的增长点 同时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国债管理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只有每个国家都能妥善处理自己的债务问题 全球经济这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 结出丰硕的果实 让我们先从俄罗斯开始说起 俄罗斯一直在积极实施债务管理策略 这包括优化债务结构 降低高利率债务比例 并通过发行长期低利率债务来替换高成本的短期债务 这一策略的实施 让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压力 其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 虽然在短期内 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但也在无形中促使俄罗斯更加注重经济的自主性 减少了对外部融资的依赖 面对西方的封锁 俄罗斯加大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合作 特别是在能源出口军事合作等领域 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再来看美国 其债务问题只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截至2024年7月 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接近35万亿美元 这一庞大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 美国国债的增长轨迹堪称惊人 仅在2023年1月 美国国债就突破了34万亿美元的大关 这趋势不仅让人对美国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 也引发了全球进入市场的广泛讨论 美国的债务问题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价的政府开支 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面对如此巨大的债务压力 美国政府也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例如通过税改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试图减少财政赤字 然而现实情况是 美国国内政治的分歧和博弈 使得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都难以顺利实施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减少开支 还是增加税收等关键问题上 始终存在分歧 这种政治僵局 使得债务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尽管如此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依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其国债的走势 不仅关系到美国自身的经济稳定 也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 让世人瞩目 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债务管理有其独特的策略和方法 首先中国的国债 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外债比例相对较低 这种结构使得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中 相对更为稳健 其次 中国政府在债务管理上 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 防止隐性债务风险的积累 尽管如此 中国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 比如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未来的债务偿还压力可能会增大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防范潜在的债务风险 例如通过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通过加强财政纪律 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 防止隐性债务风险的扩散 中国在债务风险防控方面还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充足的外汇储备 为中国应对潜在的经济冲击 提供了强有力的缓冲 其次 政府一直保持审慎的债务管理态度 有助于维持长期的经济稳定 从中国的债务管理历程来看 从早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到现在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率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债务管理上展现出了智慧和远见 综合来看 地缘政治冲突 自然灾害 全球疫情等因素 都可能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更需要加强合作和协调 共同应对挑战 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好了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艺 下次再见